你們在看的是 你在看的是 你在看的是 大家在看的是 玩具TV ToysTV 正ToysTV 玩具電視 好 來 來 好 玩具TV 第21季第一集 剛才這個畫園 一個很棒的Mk85 Battle Damage之後 我們回到 少少日系的東西 屬於我們的世界 不差再說 我覺得聖戰士在香港來說 不多粉絲 比較上是比較濫 但認識的人不少 全部都是打機戰 最慘 由機戰去認識聖戰士 而未必知道聖戰士的真體 現在由我們兩個老餅介紹一下 其實我都不敢搬門龍虎 因為劇是在追劇 看了一半 你是看動畫 是動畫 OK 看了一半 因為網上可以看到一些 我不知道它叫做修復版 還是高清版 最終印象是很漂亮的動畫片 現在是可以看到的 DVD版的類型 我看了一半 我還未看到它出場 但玩具我又有玩開 我自己也有買過 之前那隻 Robo1 這次很奇怪 猜不到它竟然會出 Metal Robo1版本 是始料不及的 其實Metal Robo1這條線 通常都是出高達的機器人 會加很多水鐵標記 一些更加給膠的產品 很裝潢華麗的 而且邊緣比較鎖 多些合金的分子 關節比較緊 聖戰士本身是生化的機器人 之前也有出過SIC 用聖戰士機器人 出Metal Robo1 是有少許治療不及的 但這次拿到實物之後 我第一感覺就是 什麼是Robo1 這隻名門是超合金 甚至是超合金雲 是 很坦白說 我的評論是 這隻終於有資格 終於有資格 叫Metal Robo1 是唯一一隻我承認 叫Metal Robo1的Metal Robo1 是 之前那些 巴巴托斯 殘命 特幣 特幣 那些 Sorry 輕飄飄 這個不是 這個 頭身手 頭沒有 身手腳都有金屬成果 我先停一停 因為德哥 Richard Song師兄 重貨了 謝謝 我贊助你多次 而且 在赤柱看見你 開心到見到偶像 赤柱 對 是 好 好 你好 謝謝你來貪我 你終於可以投食的其中一份子 好 說回一件事 一開始 一開始 一開始我已經把這個 我叫慣了這個 逆霸 是的 真的要讚一讚 其實我不是說什麼 標拜恩 是對的 這個名字 但當時漫畫周刊 或者A Club 他昆蟲之霸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彥霸 當然陰來講 都不會差很遠 重點是 他這一個 是整套 聖戰士裏 唯一一部 不是昆蟲化的機體 雖然它的翼 其實你看到 也是 是 但這隻已經不重 但它的造型 那個嘴 其實是一個鳥類 是 爪 全部都是鳥類 一開始 就變了飛行形態 給大家看 當然 這一部 是拿之國的奧拿戰士裏最頂級 當然 亦都要配合 好像記得了 一定要配合 這個地上最強的座間場 才能夠純熟運用到奧拿戰士 先說這麼多 因為他能夠代替到昆霸有他的實力 如果現在有比較年輕的觀眾 而不知道這部是什麼動畫 你想像一下是一部 有機械人的穿越加異世界 但沒有什麼後宮 但是這樣的一部 當時的幾劃時代的機械人動畫 因為當年沒有過這類型的 類似fantasy 真是很fantasy 大士頓冤動 所以當年來講 他的機翅是一種混合了昆蟲 那種有軟線條 以及機翅世界觀的解釋 用他們那個世界的蟲殼 加一些生化的科技 去造成類似機械人的東西 諸葛是坐在裡面駕駛的 最厲害的是出冤魚 好 真是說回這件事 看到這個飛行形態 馬上就變回昆蟲 給大家看 其實本身這件是換件變形的 頂形 這樣也要用 因為膠是不用換件的 沒錯 所以我由腳那裡變先 腳其實很簡單 你看到其實 它跟這個Wing Zero 或者Algum Mark II是類近 只不過是把膝關節屈上去 有位師兄很搞笑 就搞定了 請問85battle time 剛剛沖完樑沒有梯隊 再重播 對 就是你也在沖完樑的時間 本身這個膝蓋變成了起落架 是嗎 我真的沒有研究過 那個機翅膝蓋是否變起落架 應該不是的 其實只需要把膝關節扭回正常形態 拉直就是直腳 當然它的爪是要拉好 可動性我稍後再和大家慢慢說 還有合金成份 我們先變了機械人 然後再慢慢說玩具的特點 他的膝蓋是自動回位 是呀 他變了接近連動的玩法 Chris 這個是主角的後期機 最中作家 因為二、八、三年開始 隨著戰鬥機械 開始流行主角機 故事中袍轉用的新機種 玩具都可以多出一些 手也很簡單 打下來 轉爪 好 是 但是拳頭就要 不是 其中一隻手 其實拳頭位這裡是 後加件 所以 出力 就是蚊拳頭 是嗎 是 所以我們也 好 謝謝你 好 因為其實 膝蓋那隻拳頭 沒有這麼講究 變成拳頭 就扭掉它 都沒有什麼 膝蓋的 起落架 那些 拳頭的雕刻 都可以讓大家看看 本身有什麼配件 有兩條飛索 有兩條飛索 一長一短 有大概十對手型 手型的狀態 你留下一個要握劍 還有一個 光刀的效果件 可以嗎 OK 對 似乎 因為很多巴士 我們已經拆了上一隻 車入金 我已經叫了 車入金 所以 巴士 其實不算多 它也不是賣兵器 那種機器 好奇 這個版本 它是否可以變形 對駕駛員 坐的位置 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Good question 看到這個櫻頭 拉下來 其實就是駕駛艙 這個是駕駛艙 對 還不可以再揭 所以它 鳥形的時候 有人騙嗎 沒有 就算它是假丟 人頭仔 也有一點 但是它對這個系列 就不太流行有人仔 所以上次介紹的 Big Tony 是不是叫Big Tony 那隻 車仔 那個就是很奇怪 那個竟然是有駕駛員 但它能夠收到 人頭的經驗 因為我印象中 其他的 例如說 駕駛艙 駕駛艙都普遍比較大 它是腹 一陣會變了胸 對 機械人的時候是胸 說回來 手和腳變緣 將胸口打開 我叫駕駛艙 這是換件 如果你想拔它 或插它 就要把腰 拉高 這是換件 可能是圓切 但其實圓切 是不合理的 這是一個動畫向的補原件 不是必須 而是它想做到最漂亮 即是帽都可以 其實帽都可以 拔掉這東西之後 將這個機頭 拉回去 當然你要貼緊 千萬當你把這個臂部 套上腰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變成 變成的時候 其實有機會 機頭的鷹嘴 會刀到這個小腹位 變成的時候小心一點 再把兩邊胸口架起來 修理好 有事先問結局 是大團園還是悲劇 我覺不是大團園 傅野的作品之中 不算是悲劇 其實它本身 我又不差再說 趁我還記得 最後是座間場 叫公主淨化 其實淨化的意思 不是要將所有人送她一程 而是要將他們帶回去 拜時頓冤動 所以淨化這個動作 在我的認知來說 只是將所有人 由地上界帶回去 拜時頓冤動 雖然但留了一個 不要說 我還沒看到 起碼只是劇透 不要緊 追悲劇的東西 我不會期待大團園 最重要是看得開心 因為我個人來說 當年很喜歡基設 出冤遇真是無敵 好用無敵 有師兄問是否全圖莊 其實目測 全圖莊 全圖莊 因為有很多金屬件 你不能不圖莊 繼續說變形 其實變成九成 見到你只需要 把背部的後翼拉高 拉到最盡 有師兄說 是否對疫苗很難拆出來入盒 是 你問得好 其實我打算 最後什麼問題 一次過爆出來 不過你問了 我就回答你 是 我都明白 因為早期的聖戰士 Rubo Wynn都有這個問題 這個很嚴重 嚴重到你見到 其實我本身帶些建議過來 我不是在盒子裡 我是隨便找一個膠袋 裝著它拿過來 因為我拔不回這四個疫苗 我是押底的 我可以回答你 我是押底的 即是可以丟盒 把疫苗的位置 調整這一個洩範到最高 其實某程度上便可完成了 我真的要講一些特別要留意的地方 其實當你組合疫苗的時候 第一 其實後面我這裡有一個透明的外掛件 它的作用就是 將你變成飛行形態的時候 背部兩支炮可以拍得更緊 所以我特別沒有拔出來 當然你如果想把炮 可以移動得好一點 那你就拆掉它 因為它本身 這裡有三個關節可以移動 所以在這支炮來講 它的可動性是很高的 另外一樣要注意的 就是剛才那位朋友說 你插這四個疫苗的時候 其實插是容易拔 插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手指頂著這個紅色的背甲 你才用力插進去 因為其實你很難找地方借力 所以你插進去之後 你拔出來 我都未能回答你 可以怎樣很容易 或者叫做 有師兄提議 插之前查理法事令 我想他可能用其他經驗 我剛剛想說 會不會是說了其他東西 這個我不知道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支槍 其實當然你要處理它 是不難的 拔出來 但這支槍就要找一些小的 你兼聚拔出來 否則你逃手 很難拔出來 OK 另外 我自己想說 因為我怕觀眾看不到 其實 紅色的地方 全部都有一種近乎光澤 加了一些 有些金屬粉 好像有些珍珠色 我想它有些珍珠效果 有些粉的質感的圖測 但不太出色 反而白色的地方 如果你有玩過舊的膠的Rubo 1 那種青色我當時不太討好 我覺得這次贏得最多的地方 用了這個珍珠色的青白色 很難說那個顏色是甚麼名字 我覺得是白白的青瓣青的珍珠色 你這個形容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效果是非常收貨 很漂亮 而且整件產品給你的感覺 我剛剛師兄這樣說 好像一個全塗裝的合金玩具 重量都是足的 另外那雙翼也有漸變透明的茶色 這個翼這裡 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 所以在賞色方面 它是下了不少功夫 唯一的劍柄 我看到的劍是沒有塗裝 劍印有沒有銀色 應該有吧 有沒有 有一點的 有個Gun Metal的色 不顯眼 本身用了一些類似黑銀色的塗裝 光打得比較厲害 你會看到劍柄 和劍鋒 是有少少的分別 如果劍柄 多一點 細節的上色 可能會更加 完成度更加高的感覺 有些會令他的劍柄不上色 因為他的劍柄 我講這個 這個套 因為他的劍柄 如果拿上手 太黏了 還會黏到油漆 太黏了 那一刻是很辛酸的 剛剛有師兄贊助我們 多謝 多謝 多謝大家 我收拾一下靚仔 少少的企枝 才讓大家看看 看看整隻翼伯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有師兄說得很對 因為現在的聖戰士 可能都要五百元上下 這隻是九百多 但是合金戶 台也漂亮 本身都是可動 大家見慣的 Metal Robo雲台座 但其實如果你變成飛行型態 裝這個台座 我就不推薦 因為它真的很重 我真的怕會跌 後話 所以變成機械型態的時候 用這個台座 我就覺得安全很多 要留意的事情 大致上我就說得七七八八 當然 剛才在Walker說的外觀上 大家可以看到 合金成份是相當高的 比例 手 小部份的身 小腿 全部都是金屬 所以這隻站得很穩 拿上手就是那種感覺 是 相當遠一點 其實我另外一件事想說 就是它的關節 關節如果你用平時高達系的 Metal Robo雲比 它相對沒有那麼緊 但未至於叫鬆 我鬆的定義很簡單 這就叫合格 沒錯 它是合格的 但絕對沒有那些那麼緊 這個都拿上手玩 但我覺得它像是一隻合金 多於Metal Robo雲 因為我們玩Metal Robo雲 只有關節替合金 但這次我們摸到的部件 除了關節 其實你看到 這個叫腳瓜洞的位置 都已經是金屬 反而你說 上半身 例如手臂 用膠 做的 但整個有局漆 對 看見整個外型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你可以用舊的機械 外型跟它相比 大小就不算有很大分別 重點是它這隻全身沒有 而且會是大隻很多 那隻就有多 如果以忠於原著來說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膠的比例是比較像動畫 頭皮偏大 它這隻是美型一點 頭小一點 腳長一點 看你要怎樣 兩個Style 我都喜歡 兩隻都漂亮 我都覺得兩個比例都是漂亮 當然 它其實既然是可以變形 可動性來說 就不用擔心 因為今晚還有東西 所以我們擺一兩個型的姿勢 可動性的東西 其實都是Classic Basic 它最正 都不足夠再說 其實它整隻手的可動性是挺可怕的 水平鑽多漂亮 它本身除了上臂的水平鑽 你連這個手刮位也有水平鑽 我反而算大 我反而是唐箱是一條腰 你也說得了 它本身的機設就是有這個缺點 它是一個四方形的腰 大佬 不錯 左右就有些限制 對 因為它的機器 可能要給觀眾看 對 我很同意師兄說 直接進入《超學金雲》 那條LINE 我都覺得是那個 但上下就很好 因為它要變形 對 沒錯 腳更加不用說 我想大家留意的是 可以咪腳趾 你想怎樣都可以 腳趾 而且它本身在腳和小腿中間 亦可以拉下來 去做更加誇張的左右動作 都是聖戰士這條 Rober 1 Line 常見的Z型的伸縮關節 對 很棒 貼地 上色 剛才提及了 最精彩的就是這些珍珠 白 我叫珍珠 白 珍珠 有一點黃黃的 有一點泛青的感覺 很珍珠的感覺 埋齋就不斷 以劍我也免得 頭的轉動 除了給兩支炮 阻礙外 其實它能否轉動 不用擔心 它根本那支炮都不會阻礙到你 是 都好 沒有 360 你要給觀眾看 對不起 360 所以不用擔心 可動性也是合格有餘 這隻蠻瘋的 除了腰 我滿意的地方 剛才提及腳掌的拉出關節 有時有效 有時不效 某幾個機體 拉出之後 都很大限制 這隻是沒有問題的 拉了之後 腳掌著地是不錯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 狗狗水是超值的 以現在的標準來說 不要說 當然 你要包上你 究竟對於聖戰士有多了解 和你的愛是多少 我剛剛唯一有一個 我自己覺得有點凹凸 就是 它上穿下穿的螺絲 蓋子 這個位置 如果它可以移到其他地方 就好些 因為它這麼完美 腳瓜窿 對 因為外形這麼完美 突然間在這個 這麼多眼的地方 有螺絲 雖然它已經遮蓋了 但如果不在這個位置就好 剛剛有師兄說 你的效果件還未展示出來 下次先吧 它本身有兩個效果件 一個就是 槍用的效果件 另外一個就是 劍用的效果件 全部都是透明錄的 對 不搭載 不搭載 另外就是它前爪的飛索 亦都可以分別拆出來 插回這裡 示範 起賣駕駛完就完美 對 你說得非常對 有駕駛完就完美 由第一天 有聖戰士這條線 開始 我已經是罵到 我都氣餒了 沒得再罵 不可以罵 反而它某些 謝謝 反而它某些 大載具的聖戰士 神經病 這段厲害 這段厲害 不錯 沒話說 2022年Best Buy DMS 我非常期待 它推出燈邊 因為燈邊 膠那一款 它是領先出矮 它之後推出的 是比燈邊的 所以有個比例 看上去很不順暢 整套草 因為我差不多齊套 它可能跟著 Metal Robot雲的昆霸 我很不介意 它推出Metal Robot雲昆霸 但是之前買了 Full Pink 那一款都很漂亮 其實它每一隻都出得漂亮 QC也好 好 先玩這段 始終跟著 神奇旅行 稍後見